開業近50年的米古兩行 透過更名 定位與強化特色 差量形象再造空間 台北市政府輔導在地潛力店家 透過創新型態營運模式 聯合傳統歷史與當代創意 激發店家獨有魅力 迪化街成功必須要一半的功勞 給商業處理 這是事實 我們是不是給他鼓勵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迪化街在 我想事實的就是非常清楚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南北貨一直往下降 對不對 那電租一直往下降 那後來因為造起來之後 那加上一些活動舉辦 尤其那個年貨大街或是其他的 那個造起來文創進入之後 整個迪化街房租就漲了 然後我想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想顧問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希望它造成繁榮嘛 那繁榮哪有可能 房租不長的 不可能 這個就是商業處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成功 那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們台北市的造起來 那剛才聽了主持人講的 一百七十一家 非常的不簡單 感謝您 感謝各位 各位 感謝大家 我們台北市商園產業聯合會 分布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我們現在有五十三個理事長在裡面 我們希望是打造一個優質的平台 跟工部門做一個對接 我們也積極在參與 我們也積極在參與店家造起來 我想這個天理都知道 我們非常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引進各位的idea 進入我們的商圈 進入我們的店家 讓我們的商圈店家 能夠比現在更好 疫情之後 我想慢慢在改變當中 消費配比也在改變當中 只要是你是民生必需品 現在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東西 那非民生必需品還是有機會 那只要遭做改變的話 都會影響繁榮的未來 23家行店日前在大刀城創意展秀 透過師傅的再造計畫 翻轉品牌成就形象 行速台北街景特色 也有不少店家虛實整合 線上線下行銷並行 日翼峰河就來到了萬華 他們家的特色是 每個禮拜都有從產品 新鮮食送的米 所以他們家的米是最新鮮的 他們也強調米要吃新鮮的才好吃 所以我們說他們是這個 萬華老街坊的鮮米藏 那原本叫翼峰香號 翼峰也一樣註冊不了商標 所以新的名字叫日翼峰河 把義工兩個字包在中間 那我們保留他們很珍惜的 這個老的招牌 原來這個新一代新的 夫妻打開的成績 在這邊開一個結婚場 我們把老招牌保留下來了 我知道在過程中我們先了解 在招的精神是要做什麼 接下來在了解過程之後 那我們店家裡面的特色跟營造 以及怎麼讓我們店家裡面的 整個經營的團隊 包含我們裡面的所有的成員 要取得共識 把我們的特色做一個呈現 那當然這中間也需要我們團隊這邊的 持續一個輔導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都知道台北市是一個 商業發展為主的一個城市 我們的產業其實是三級產業為主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財政部的資料 百分之76的店家 百分之76的一個登記 其實都是我們三級產業的一個店家 那營收升級達到八成以上 都是我們三級產業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跟商區息息相關的 不管是我們的零售或是餐飲 在今年的一個成績 其實都已經超越了 往年的疫情前的一個成績 不管是營收等等 這些都是有賴於我們各個產業 跟我們團隊 跟我們相關的店家共同的努力 才有這個成績 那這邊也再次的感謝大家 共同的一個參與 那我們知道 再起來 造起來計畫的目的 是希望說思考 我們這些傳統的一個店家 不管是我們的產業的 或者是說我們的美食的也好 那它在整個好的一個產品之外 還需要有更多更多 步道轉型的問題的時候 需要有大家的一個幫忙 所以才有造起來這個計畫的一個產生 那也就是我們想要的從點線面串連起來 剛剛提到這些成績 其實再造是針對點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那另外在商圈的輔導呢 我們也透過不同的一個活動 以我們迪化街來講 其實大家都耳熟能想 已經經過多年來 我們已經打下一個很重要的基礎的年貨大街 另外我們也透過補助案 也讓商圈營造不同的一個補助成績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來幫忙 我們各店家努力的各個方向 你再造的過程 把我們店家裡面 怎麼把體驗這個作為 納進去 以我們迪化街這個 我看了一下資料 我們的 麻油的一個古兔 李九銀 其實它本身 有好的一個麻油的油油品 那我們除了各個面向的一個輔導之外 特別把這個體驗的部分 然後融入進去 怎麼去打油 這個動作其實就讓我們回去 小時候 只要廚房這邊聽到一個聲音 去打油 那我們就知道 要去拿一個油品 到油店裡面去打油 這都是我們兒子的一個記憶 但是呢也是我們這邊的特色 那未來呢 也這些都是體驗型之後呢 那另外也增加更多更多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行銷類別 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未來呢 我們造起來這個計畫 因為持續來推動 有賴於大家的一個共同的推動 台北造起來計畫 至今福到171個店家 以大稻埕傳統老店為起點 逐步擴散至萬華區 帶動街區發展 改造從城市記憶 人文美感的創意妝點 和互動設計 彼此串聯成有趣的油城 擴散觀光效應 新啟動 還有女生台北造起來 最大全高 圓滿全高 記者望君臺北報導 記者望君臺北報導 記者望君臺北報道